原厂的RV NIFE房车 一辆几三辆 通勤商务旅行皆可用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款车型 首先它的长篷和尺寸分别是4950 1998 2420 车身两侧配备有两对外推窗 并且也是配备了七星的试炼接口 这个接口也可以从新内源出电装直接取电 尾门同样也是对开门 在右侧尾门上面还安装有一个外推窗 整车配备3000瓦的内面器 shaft的单冷变频空调 25升的新水箱 30升的灰水箱 尾门上的外推窗 同样也是配备有防红和隐色的内窗的 打开右侧的柜门 可以看到内部是安装有400A的030电池 以及咱们电路的控制的一些元器件 然后中间是有一个抽纳的沙发座椅 那么右侧这里是配备一个快捷水口 插进去之后 那么咱们就可以在车尾进行淋浴 车内的空间比较小 所以车尾空间必须得利用起来 比如说这里就是一个抽纳式的沙发座 将背板翻折之后 然后再放上这个沙发垫 那现在就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双人的沙发 小情侣的话坐在上面都没什么压力 然后在右侧是配备了遮阳棚 下方还配有一个翻折式的踏板 下方左侧还有一个灰水箱的排水口 那么进门的位置是有一些开放式的储物空间 前方是有一个L型的柜体 那么下方包括两个抽屉 咱们可以放置一些小的物件 左侧也是有一个大一点的空间 那么咱们的锅碗瓢盆 就可以放置在这个内部了 然后再往上面看过来 整个台面采用的是这种石墨的纹路 然后也是配备有一个带盖的吸收盆 下方像这个位置做到分区设计 就可以做一些刀具啊 玩具的放置 然后下方是有50升的冰箱 那么有车友会想要看咱们驾驶室的一个具体情况 实际上是有三个座位 也都进行了皮质包袱 然后整个驾驶的中用台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干净腻路 然后配备的是一个2.07的柴油发动机 功率102千瓦扭矩336米 匹配的是一个6A M7自动挡的变速箱 往后啊这个L型 橱柜区域上方是一些轿柜 然后还有一个按键式的灯光 然后侧面还有一些取电设施 那么往后就是两个单座中间一个升降桌 固定床的区域其实很窄啊 是60公分的宽度 长度是1米75 那么颈部是有一个储物空间的 再往前有一个隐私防纹的一个天窗 那么同样也是配备照明功能的 然后侧面是有一个置物网带啊 为什么做固定的呢 就是做固定的太多 就是容易导致车内的空间会比较压抑 然后这个座椅啊 也是可以靠背打平 再将中间的升降桌降下去 像这一款就没有采用电动的升降桌 液压的其实它的调节速度更快 再拉伸出下方的活动床板 翻开侧面的这个床垫 那么整个就可以变成一张宽度1米3 长度1米75的大床了 然后侧面同样配有一些动动板 这个就可以挂着一些衣物啊 中门进门的上方就是水溅的显示 以及溅气的控制 好的那么这款啊 一个RV NIFE的咱们的全新的露营车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有喜欢的朋友 欢迎评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